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杂木 三周年的时装返场投票活动的话已经开始了 从官方的投票结果来看 一生的往昔票数最高,位居榜首 对于这次返场活动,评论区的玩家们也是议论纷纷 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一生往昔的返场 那往昔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几次返场了呢? 首先感谢网友赤裸川的返场记录资料 大家的话可以看一下往昔首次上架时间是18年的11月22日 第一次返场的话是19年的一周年民间投票返场 第二次返场的话是19年感恩节的官方返场 20年的二周年投票返场活动是没有往昔的 那时候的投票结果的话是这五个 而今年的话是往昔的民间第二次投票返场 对于往昔返场,网友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的话是投票活动为了保证公正性 给的时装顺序是谁记的 那为什么往昔的票数还那么高呢? 默默思考了一下,觉得可能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点的话是不可否认一生这个角色的人气还是蛮高的 第二点的话是即便已经有了往昔的玩家也因为喜爱的时装投上一票 最后一点的话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玩家们可以给一款时装重复投票 也就使得其和其他时装拉开极大的票数差距 小伙伴们觉得呢? 然后是关于活动那么很赞同玩家们的其中一条建议 那就是不要把金火里的紫皮弄到投票里 毕竟这些即便不反常 大家也是可以用那个活动征送的解锁卡兑换的 刚开始闹火可能是因为现实的时装不多 所以加进去 但现在现实的时装多了 这个的话应该也去掉了 最后就是个人建议取消那个重复投票 小伙伴们觉得呢?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